在2021震盪多頭行情裡面 你賺了多少 如果你沒有賺到 不是沒有行情 是你沒有用對方法 大家好 歡迎收看 這樣請多吃 每更正一下 二屋情勢再度的緊張 讓台股的今天大跌300多點 有那麼嚴重嗎 有那麼嚴重嗎 為了一條所謂天然氣的管線 兩國會打起來嗎 如果你認為這一條天然氣的管線 不是兩國的主要經濟面賣 這要打起來可能性 微乎其回 所以這種地緣政治的經濟 不是經濟關係 這種地緣政治所引動的危機感 通常都是短線的衝擊 從歷史的太多經驗 可以為借鏡 太多次了 包括兩岸關係的緊張 導彈危機 全球股市有崩跌嗎 南北韓兩國之間的緊張 北韓是射飛彈 有讓全股市崩跌嗎 都沒有 你所看到的是 遇到這樣非經濟因素的利空衝擊底下 當然是好好的找買點 因為他都會回去 你看一下封關之前 1月25號 當初台股跌了287點 藏黑 為什麼藏黑重挫 俄烏情勢緊張 當時候也感覺好像要打起來 非經濟性因素的衝擊短線衝擊 短線衝擊 影響完之後呢 低點不多 從這個位置 是連漲了4天 所以在上禮拜四嘛 台股漲4天 乖離有一點大 4度前嘛 我當天賣了幾檔股票 投票應該看得很清楚嘛 包括這一檔創委 254賣 兩階段大概6成 上禮拜四的資源 243賣嘛 大概28% 上禮拜四的偽權店 93.3賣嘛 是 賣完之後呢 創委還往上拉高啊 那拉高就讓他拉高嘛 至少創委 兩階段的操作 我怎麼買的 我怎麼賣的 如果創造將近六成利潤 大家看得很清楚嘛 是不是 所以呢 股票的一個操作 我這邊 如果低檔買 如果高檔出 你是會員 很清楚啊 資源上禮拜四 賣在243 今天呢 打到224 差了快20塊錢 那偽權店呢 一樣上禮拜四的高點 我做了一個賣出的動作 是不是 賣93.3啦 那今天的一個偽權店呢 打到90.1啊 那高點有賣掉 當然股票如果回檔修正 來到一個相對低檔支撐 該接回 我自然會做接回的動作 所以上禮拜 大家很樂觀嘛 連漲四天 我四度的解碼 那解碼完之後呢 禮拜五回檔 今天又回檔 你覺得呢 操盤的節奏性 是不是要低進高出 高出然在低接 所以二烏情勢的再度緊張啊 看跑不變 非經濟因素的衝擊 低檔是有限的 那剛好啦 上禮拜 融資每天都在增加 你們看到 從這個低點開始 每天都增加嘛 那經過這樣的一個利空 再度的一個洗刷融資 對盤的後事 當然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這個盤的架構 我在上禮拜是就跟你講過了 為什麼要減碼 漲多 融資符合稍微混亂 所以我站在賣方 調整一些個股 那接下來呢 還是會開始震盪整理 震盪整理完 我認為還是會往上走高啊 因為融資的一個水位 雖然有增加 但是跟之前高檔比 還在一個相對低檔的安全水位嘛 所以你看到今天 台股雖然跌了300多點 電動車的相關概念股票 不管是康普 美金嘛 巨額同創破斷新高而已 大盤不是中錯嗎 那為什麼這些股票 可以再創破斷高 康普今天來到149啊 之前的高點的賣點 低檔的接回位置 投票應該很清楚吧 從頭到尾 想死了做交代 康普在去年度的6月份 再看一遍 80.6 形態2.4發動買點 回不去了 好不好 回不去了 到去年度的12月份 153賣嘛 創造出來利潤有兩倍 你自己去回顧啦 所以12月份 我高點是賣在153 時間交易跟你對過了喔 153賣掉之後 等啊 等到什麼訊號 收繳止跌訊號 做買進買回的動作啊 當時候最低是123啊 差了30塊錢 我沒有買最低 我買128 沒有錯吧 所以高點賣 低檔出現訊號了 才做動作啊 這不是風險避開嗎 那接下來迎接上漲的一個利潤了 所以整個康普的一個架構 1月24號 台股持續往下做修正 康普沒有破底 他真的很強啊 所以127可不可以賣 我接回位置在128 當然最低點127 當然要站在買幫啊 是不是準備走高啦 所以這檔股票 爆股過年 爆子過年 過完年之後 有沒有創下波段高 146嘛 上禮拜三啊 禮拜四 開高走低 沒賣 因為我說過 這幾檔股票 不管康普 每期碼聚合 它的成家量 目前都非常的溫和 非常的穩定 沒有爆量失控的情況底下 目前都是安全的一個水位 所以我上禮拜四 已經告訴過你了 沒賣啊 對 該賣的 創委我賣嘛 資源我賣嘛 委權店我賣啊 上禮拜四啊 該留的 我繼續的留下來 電動車的康普 黃金十年 黃金二十年的一個 未來的展望 所給你的 每一次 每一趟的操作都是波段 否則如果從 六十幾塊錢的一個 美金碼 或是康普八十幾塊錢 沿路的操作上來 可以產生倍數利潤 這不是憑感覺 這憑實力 所以上禮拜四的康普 黑街棒嘛 沒賣 禮拜五呢 開低走高 紅的啊 今天康普呢 再創波段新高啊 來到149啊 大盤是跌了300多點嗎 那為什麼康普 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上定高 為什麼今天還是紅K棒呢 表現為什麼那麼強勢 當一檔股票的基本面 經由我的介紹之後 市場上認同度越來越高同時 它的產生的抗跌性 接下來會讓它股價 還有往上推高的可能性 這是很簡單的邏輯道理啊 那重點 這邊要賣嘛 153賣嘛 128接回嘛 這邊127 再度的進場嘛 再度的加碼嘛 上去 賺到利潤 避開風險啊 做股票就是要做到這樣的境界啦 對 這張股票 跟美琪瑪一樣啊 從我結尾之後 沒有一天漲停板 但是你看我節目的 應該每個都賺到錢啊 不是嗎 因為美琪瑪今天也是創下波段新高啊 是不是 所以從這個落腳 指點的買點 我們所給你的不是 三角貓的功夫 你看我的節目 什麼是反市場操作 一檔股票如果有投資價值 只要它沒漲完 跌下來我帶會很上車啊 你看到不是如此嗎 高點166有賣嘛 累計報酬率比加 打下來夠低了吧 有沒有出現止跌訊號 有吧 所以呢 136買進買回嘛 當時候股價在135.5 1月24號股價帶出了一個破底 我說多跌的 所以我加碼 記得嗎 1月24號啊 當時候康普沒有破底啦 美琪瑪破底 我說多跌的 所以我130再多的加碼嘛 時間加碼都跟你對過了嘛 所以整個美琪瑪的一個架構 2月10號 KK棒 你賣啊 上禮拜四嘛 禮拜五呢 紅K棒 今天美琪瑪呢 再創波段新高 148 從這個位置買的 從這個位置加碼的 對 KK棒都告訴你沒賣嘛 今天衝一下波段新高啊 你是觀眾 應該很幸福吧 對 這個位置 買進買回嘛 然後這個位置呢 加碼嘛 如果你自己看節目去操作 搞不好這一天 我加碼的同時 你是做賣出的動作 那未來這一大段跟你又沒有緣分了 所以波段是一個操作 你要給我時間 像老師 用專業的實力 給你波段的利潤 居額也是一樣 這張股票 收腳指定買點 低接嘛 56.8可以買 高點賣出的位置你加 今天呢 一樣啊 再創波段新高啊 一步一步的往上定高啊 股價 沒有一天是亮燈的 但是如果你看我節目 跟著我後面買的 到今天為止 你是不會受傷的 我不會投機 你放心好了 買投機股容易墜機 買那種財報 負面的 虧錢的公司 地雷股容易 所謂的一個 讓你粉身碎股嘛 那都不是我選股的原則 價值行投資節目內容 黨黨選的都是極有股 我選的股票品質保證 精挑細選啊 我跟我研究團隊 你以為每天花那麼多時間 在看產業報告 是隨便看的嗎 要從2000檔的股票 找尋未來前瞻性 往上成長基於股股 那真的要花功夫啊 就如同這檔大中控 12月營收新高的 這檔股票 第一檔轉折向上 我在2月9號上禮拜三 開始買 因為之前這一段沒有賺到 有點可惜嗎 當他ABC坡修正完畢之後 我在64塊錢附近 開始買這一檔 所謂的擴增實境的 抬頭顯示器的概念股票 因為有掛上擴增實境 所以很多人認為 大中控是元宇宙的概念股票 之前很多人在討論 元宇宙的相關概念股票 那因為它是虛擬世界 所以很多檔個股 都是很虛幻的題材 都沒有實質的基本面 所以我很少告訴你 我的哪一檔股票 是元宇宙的概念股票 因為其實意義不大 因為它是把真實的世界 引進到虛擬世界 所以裡面的東西 包括你買的一個土地 你的一個商品 都是虛幻的 它不是實體的 所以呢 你只是希望說 下一個更笨的買家 來買你的土地 用更高的價格 來買你的商品 誰要當最後一隻白老鼠 我問他 我問你 所以為什麼元宇宙 庫克不看好 馬斯克不看好 為什麼 庫克蘋果的執行長 做手機的 馬斯克特斯拉執行長 做電動車的 他們都是做硬體的 所以對於這種虛幻飄毛的題材 他們其實不屑一顧 所以為什麼在 我們封關期間 臉書Meta 一天跌掉了25% 其實在在反應 它是一個虛幻的架構 所以這一檔大中控 它是虛幻的嗎 我問你 它是虛幻的嗎 目前的抬頭顯示器 最主要的都是在上面呈現一個 數線而已嘛 比如說你現在開70嘛 跳出來70嘛 那頂多有定數 定線的一個功能 頂多是這樣子而已 數字呈現而已 但是大中控所做的 擴增實性的 抬頭顯示器 它是結合了很多的功能性 未來你所看到的 不是只有數線表而已 包括導航 導航的路況 或是你的油耗量 都可以在這個 擴增實境的抬頭顯示器上 顯示的相當清楚 增加安全性 你不用在另外的 低頭看一下油表 看一下導航 不用 直視前方 你就可以看到 很清楚的一個路況 或是你的一個相關 儀表板應該顯示的一個內容 所以這是一個實體的 看得到前瞻性的 因為抬頭顯示器 目前幾乎是 每一台車子的標準配備嘛 那擴增實境呢 以後呢 也一定是你車子的標準配備嘛 所以營收人創新高 是有基本面的 它不是虛幻的啊 抬頭顯示器 你的車子應該有吧 所以呢 低檔 轉折向上 上禮拜三的大眾控 六四 附近市價買嘛 時間價位都跟你對過 當時在63.7 買完之後亮燈 當天可以超過5%以上 禮拜四又漲6% 兩天16% 禮拜五 紅K棒 我說大眾控還沒漲完 還沒漲完啊 這麼漂亮的一個基本面 在經由這個 擴增實境的抬頭顯示器 我認為它的業績只會越來越好 因為用的人 用的車子越來越多啊 所以對於大眾控今天受到大盤影響而回檔 這根紅K棒 我買進的那天就變成支撐了 所以大眾控拉回 當然可以站在買方逢低來佈局 這我提供給你看吧 如果想對一些個股的一個研究資料 或是個股的資訊 你想進一步了解的 你可以加入慶老師的LineA 小老鼠Stock 178 或是訂閱我的一個 這樣投資的一個YouTube頻道 每天都可以收到最新的節目內容 我們把時間交換給曾偉 環球金今天小跌是幾塊錢 表現其實還蠻抗跌性的 在一個主體過程 其實有回檔 來到一個非常低的位置 其實可以站在買方 因為它的基本面依然如此的亮麗 賺三個股本的環球金 不是三塊錢 所以這張股票 我們之前累積的報酬率相當驚人 不再贅述 1月3號897有賣 時間價位都跟你對過了 那跌下來呢 回測接口1月10號 我在831就接回了嘛 公開我的買點 這一定是818 不可能是我買的 831接回 那隔天11號殺下來 還高走低 819還是買點 我沒有躲起來吧 是不是 所以兩次的買點送給你的 大概是80塊錢的利潤 衝出去嘛 很可惜的是1月13號 898那天我沒有賣 這是一位分析師 必須很誠實地面對他的會員 我如果要欺騙我的會員 呼嚨我的觀眾啊 當環球金跌下來 我可以不用拿出證據嗎 我就直接告訴你 我這天有賣啊 這樣說是不是很傷勢 是不是很漂亮 但是我不可能幹這種事情 不然你在看我節目也在跟我對視對價 所以環球金漲到8985我沒有賣 我是1月17號賣在835的 對這時間價格跟你對過了 所以這一趟是沒什麼賺到利潤 因為831到835嘛 那至少835有賣 因為後來 因為外資籌碼的衝動 讓股價沿路修正嘛 所以我賣環球金的主要原因 是 外資 開始賣了嘛 那我接回環球金的原因 是因為有利空 對 利空打下來 其實外資在上禮拜已經開始買了 你自己看一下外資的動態 所以就是因為 835有賣嘛 當他殺到762 2月7號有利空殺到711嘛 差了124塊錢 驚恐的利空 環球金本來要合併德國大廠試唱 對 合併起來對環球金的基本面一定加分的嘛 一加一大於二嘛 但是破局啊 破局原因可能是對岸的關係 不再評論 但重點是 3塊錢EPS的影響 對30塊錢EPS粉定獲利環球金 影響其實是有限的 所以我已經告訴過你們 當天8000多張成交量 近期的大量 下殺取量早買點 因為低點有限 記得嗎 你如果有訂閱我YouTube頻道的 去2月7號 我的節目內容去看一下 環球金當天的分析 我絕對不是事後放爆 好不好 下殺取量低點有限 所以我在2月8號環球金 695買回 時間交易跟你對過了 利空再跌空間有限 695附近買進買回 所以差了140塊錢 835到695買回的嘛 那上禮拜五呢 空手者718再低接啊 是不是時間交易跟你對過了啊 低接完之後 尾盤拉高735啊 所以它是不是越來越堅強 股價走勢 是不是越來越抗跌 為什麼 剛才提到啊 基本面影響有限 然後呢外資開始買回 所以整個環球金的一個架構 整理完再走高 好不好 頂多在那邊打底啊 打底完之後就會往上走高啊 你看這個利空 跳空 殺下來 是在一個相對抵擋的 是 你要再買700以下的環球金 其機會不是沒有 如果有咧 你要不要進場而已啊 所以對於環球金 今天跌到719嘛 我695接回嘛 上禮拜718還在買嘛 所以今天的環球金719 你認為可不可以站在買幫 跌十幾塊錢而已啊 那至少 我們這一段的風險有避開 我不會跟你推薦 我賣這邊啊 這種話總是說不出來 對 我如果每天都是 滿嘴的胡說八道 都在騙會員 只是讓會更加倍 大家抱怨啊 會員不可能跟我續約啊 因為誠信 是一位分析師 最基本的職業道德 如果能誠信都做不照 怎麼還有合作第二次的可能性 我相信你們很清楚啊 所以對於環球金 面對台股大跌300多點啊 跌無不生 如果再來到700以下 那是減便宜貨 非常好的時機啊 那等於是上天掉下來的禮物啊 那至於環球金的母公司 中美青 老同學 會員 來回顧一下歷史 去年度的10月18號 中美青營收新高 雙底啊 當天黑街棒 177.5啊 站在買方 充滿很乾淨 融資低水位 10月25號 175.5一樣低接 有沒有看到 10月18號177 10月25號 跌下來175一樣低接 這兩個位置 低接完之後 漲到220我調節 10月26號打到199 跌下來看好有做接位的動作 第二趟的操作 第二趟的賣點 12月16號賣在230 創新高我喜歡賣股票 老同學應該很清楚啦 兩趟的操作 會員當然是OK的 賣在一個相對高點 賣完之後他有衝高 這邊177.175 買完之後兩趟的操作 230賣 賣完之後打下來他又往上走高 所以這一段我沒有賺到 沒有賺到沒有關係嘛 等到他回檔修正啊 你覺得呢 股價如果高檔有賣 你是會員 你每天都在問我 什麼時候可以接回啊 是不是 會員的心態我當然知道啊 所以中美金 上禮拜一樣受到環球金的利空嗎 打下來跳空下來 打下來之後往上定高 回補缺口之後 今天受到大盤影響 來到193 這標準的拉回打第二隻腳啊 這第一隻腳嘛 那今天台股重挫啊 拉回打第二隻腳可不可以低接 你看一下他的基本面 你看一下他的籌碼面 跟我當售 一百七十幾塊錢 買中美金的一個架構 爐出一側啊 所以這個行情 會很難嗎 跌三百多點 惡烏情勢再度的緊張 感情合適 就為了一條天然氣的管線喔 然後就要打起來喔 小提大做嘛 要加下去而已啦 所以對這種 地緣政治 被經濟因素 衝擊的一個利空 打下來以後你可以比照辦理 遇到這樣的利空就是找買點 沒有什麼好說的 附頂的一個架構 MOSFI缺貨到今年嘛 趁他回黨 這個叫支撐 101可以低接吧 我說如果跌破支撐 他會爭穿頭 因為是假跌破 封關之前1月21號 量縮啊 強勢整理啊 補量補量就會大漲 25號還是告訴你 因為沒有量 所以整理 強勢整理 等放量就漲 所以呢 上禮拜三有沒有放量 4000多張 稍微放量就漲 上禮拜五呢 6000多張 持續性能放量 持續上漲 我上禮拜五對於 附頂的量價結構 你應該很清楚 如果補量 繼續補量 就往上衝 但是如果量縮呢 量縮呢 找買點 因為他股價 回檔修正 就會往上走高 對未來行情 不想如何操作 歡迎加入清老師的行列 從明天開始 我們可以一起來對時 對價 把時間交換給曾唯 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也提醒觀眾朋友 本公司案所推薦分析的 個別有價證券 沒有不當的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該獨立判斷 審生評估 並且是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訂閱價值型投資 慶榮老師 對時對價的真功夫 讓您隨身帶著走 掃描QR Code 加入LINE以及Telegram 最及時的有價訊息 讓您看得到也賺得到 希望做成功 提供